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细约不断 而黄教主掉下一线明星行列 资源缩水 不如杨颖有话题度 甚至当众求导演给自己戏拍 以前的主动权掌握在黄晓明的手中 现在的主动权掌握在杨颖手中 要想风水轮流转 运气固然重要 但比运气更重要的是心机和手段 杨颖成功上位的背后 可不止借了晓明哥一人的东风那么简单 1989年2月28日 杨颖在上海一个老弄堂里出生 杨颖在上海是底层人民 生活贫苦 居住的弄堂和周围高耸林地的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 可以说 杨颖是如假包换的贫民苦女孩 由于爷爷是德籍印度人 因此杨颖有着四分之一的混血血统 自小就长得十分漂亮 眼睛大大的像洋娃娃 2002年前后 香港掀起一阵打工热潮 杨父 杨母带着一双儿女去香港寻求发展机遇 刚去香港的时候 人生地不熟 没有好门路 又不懂说粤语 杨父 杨母只能在店里做售货员 对杨颖她来说 上海和香港都差不多 反正都是住在贫民窟里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 杨颖慢慢开了眼界 不甘贫穷的她暗自发誓 一定要成为有钱人 什么行业最赚钱 来钱最快 毫无疑问 当然是做明星 不过明星的门槛有点高 嫩魔的门槛相对来说要低很多 自认还有几分姿色的杨姑娘 不停地向当地各大模特经纪公司投简历 毛遂自荐 可惜当时的baby还没整牙 也没有进行微调 皮肤黑 脸上肉比较多 牙齿也不好看 嘴唇也比较厚 并身高才刚到1米6 遭到很多公司的拒绝 直到后来被周幽根赏识才开启了自己的上位之路 2005年 周幽根有利用自己的一些人脉关系 把杨颖塞进了TVB的一档少儿节目中 她开始客串起了主持人 正是在当主持人期间 16岁的baby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跳板 陈伟霆 那时长相帅气的陈伟霆在娱乐圈小有名气 并且还是富二代出身 杨颖被她深深吸引了 就像一个小迷妹一样 也不顾什么矜持不矜持 暗送秋波 陈伟霆血气方刚 杨颖青春动人 两个小年轻很容易碰撞出爱的火花 在他们的节目中眉来眼去 在私下谈情说爱 爱得炙热而疯狂 可能是要故意营造这种似是而非的话题 但又不能承认 尽管被拍到私下约会多次 面对媒体询问 两人依旧选择装聋作哑 和陈伟霆在一起期间 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用操心钱的问题 作为富二代的陈公子 不仅负担起了养女友的责任 并且还费尽心思地给她找资源 想和她一起共同进步 爱到深处 陈伟霆和杨颖还在各自腰上 闻下了属于他们爱的印记 2007年 18岁的杨颖已经摘了牙套 又在男友陈伟霆的支持下 微整了一下 真正算是丑小鸭变白天鹅了 与此同时 贝比也在公司的安排下成了周杰伦的伴舞 男人都是视觉动 看到如此美丽且主动的贝比 周天王会动心也是难免的 在共舞之后 周杰伦对杨颖更为上心了 后来周董在拍广告时 主动带上杨颖 两人在拍摄现场眉来眼去 关系暧昧 绯闻不静而走 贝比一边稳住陈伟霆 一边取悦周天王 双管齐下 忙得不亦乐乎 利用周杰伦的热度 杨颖第一次被众人熟知 也是在2007年 周游根将杨颖送到日本发展 走日系模特路线 去日本发展的时候 为了获取资源 贝比学会了混迹夜场 陪人喝酒的功夫 不得不说 这让杨颖的人脉确实拓展了不少 随即出了几本杂志 俘获了一些宅男的欢心 虽然人精致了不少 但杨颖在日本发展的并不算太好 待了一年多后 垂头丧气回国了 2009年5月 在一次KTV聚会上 杨颖认识了华裔一哥黄晓明 杨颖虽然才进娱乐圈 不过四五年时间 但她深知难忍心 知道怎样讨好人 黄晓明比陈伟霆名气更高 资源更多 也更有钱 权衡之下 她趁虚而入 对自称单身的黄晓明发起柔情攻势 爬床成功 随后 杨颖迅速和陈伟霆分了手 当时港媒通篇报道都是 名模周旋两难半年 黄晓明挖陈伟霆墙脚 这些报道出来后 黄晓明并没有迫于舆论压力 立马宣布和baby在一起 她不仅和baby保持炮友关系 而且还没彻底和李菲尔断干净 2009年9月 黄教主和李菲尔依旧纠缠不清 baby这边倒也不着急 来了一招欲擒故纵 先放着黄晓明一段时间 同时 她也没有耽误自己找备胎 这个备胎不是别人 正是黄柏明的儿子子恒 看中子恒的家事 杨颖再次发挥爬床公主本色 把她迷得神魂颠倒 结果这子恒也是很给力 直接把baby推荐给了自己的老爹黄柏明 恰好黄柏明在拍花好月圆 于是杨颖在子恒的利剑之下 得到了她人生中第一个主要角色 别看baby在剧中是女三 实际上她比女儿熊带琳戏分还多 昔日捆绑的姐妹花 还因此产生了嫌隙 这部戏迅速让杨颖打开了知名度 当然不是靠演技 而是靠绯闻 拍戏时 baby和男主角郑中基传出了绯闻 两人被媒体拍到了在片场行为亲密 郑中基逗得她捧腹大笑 便有传闻称 baby相中了一件衣服 郑中基得知后立马从香港网购好 既在恒店哄她开心 由于此时刚好处于郑中基和蔡卓妍 离婚的敏感时期 因此 坊间传闻 郑中基和蔡卓妍原本只是吵架冷战 因为baby横刀夺爱 导致婚变 一时之间 杨颖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她的名气和她的绯闻一样 水涨船高 不知是巧合还是意外 在太子姬和阿萨离婚后 阿萨竟迷恋上了baby的前任陈伟婷 并且还是阿萨主动追求的陈伟婷 在娱乐圈里 谁的新欢不是他人的旧爱 更令人砸舌的还在后头 baby看到阿萨搭上了自己的前任陈伟婷 总感觉不舒服 秉着我不要的也不能给你的原则 心有不甘的baby 给陈伟婷发了不少暧昧短信 不知怎么被曝光了出来 引起吃瓜群众一片哗然 此时的baby代表作几乎没有 但制造话题的功力却尤为深厚 紧接着又传出了一个爆炸性新闻 又是和短信有关 媒体爆料称 杨颖发短信逼黄晓明做选择 短信内容如下 你到底什么时候给我答复 我要的是一个男朋友 不是Six Partner 从此 杨颖身上又多了一个Six Partner的梗 据说 李菲尔无意中看到杨颖发给黄晓明的短信 和他大吵一架 黄晓明没有解释 也没有挽留 李菲尔无奈之下选择了退出 李菲尔和黄晓明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件事 才分道扬镳的 外界无从得知 不过在李菲尔之后 新一代教主夫人确实有baby接任 从一开始的2009年只能做地下炮友 到2010年中下旬开始 杨颖和黄晓明同框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去剧场探班有baby的身影 为教主庆生也有她的身影 他们的关系不需要道破 在圈内已经是尽人皆知 跟小明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之后 杨颖的事业一飞冲天 黄教主有什么资源都想着她 出钱出力 给她找关系演女主角 帮她争取各大代言 投资电影让她出演 捧她上位 甚至把杨颖介绍给自己的老东家 华裔总裁王忠蕾 为她创办个人工作室 入住华裔之后 baby不仅得到了小明哥力捧 并且还得到了老板王忠蕾的赏识 出席活动时 baby和王忠蕾互动频繁 看上去十分亲密 不像简单的老板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有一次活动中 王忠蕾抱着杨颖 手放的位置引起了不小非议 都说老王的眼神绝对有猫腻 网上盛传的421文档 就有提到过黄小明 杨颖和王忠蕾三人之间的事情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不过文档里的内容 几分真几分假 就无法判断了 2014年 华裔想模仿国外综艺节目跑男 打造一档明星真人秀节目 杨颖在抱了小明哥大腿 又取悦了华裔总裁王忠蕾之后 获得了参与中国版跑男的机会 成为节目里唯一一个固定的女嘉宾 在跑男播出之前 baby做什么都会和黄小明绑在一起 随便一搜都能看到他的各种黑料 随着跑男的播出 baby热度居高不下 女神 天使 女王 女汉子 各种赞美头衔接踵而至 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 就仿佛不复存在一般 他成功使用新人设 再塑造了自己 2015年5月27日 杨颖与黄小明在青岛民政局领政登记结婚 同年的10月8日 黄教主持巨资在上海展览中心 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 婚礼上 baby宛如一个幸福的公主 宛着她的王子通往了幸福之路 近年来 黄小明和杨颖离婚的传言有增无减 有人说 他们早就离婚了 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也有人说 他们的结婚就是一场交易 用内行的话来说叫捆绑婚姻 实际上早就各玩各的了 baby已经不是10年前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模特了 黄教主亦不是10年前那个站在神台的华语一哥 他们到底有没有离婚 已经无所谓了 可以肯定的是 名利场上真情少得可怜 在娱乐圈里 像杨颖这样靠取悦男人上位的女星 绝不只是个例 她绝对不是没脑子的白雪公主 而是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爬床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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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